您现在收听的是古言穿越小说《王的女人,谁敢动》 作者年花惹笑,眼波,一刀苏苏,一种侃侃,后期之作,千雪 第1173集 凤九儿一顺不顺地看着眼前的人,脑海中却浮现出当日在城墙上的一幕 叶雪宁当时的长剑就这般狠狠地穿透了娘的身躯 她看着娘的目光是多么地狠毒 现在,她终于能让叶雪宁也感受什么才是追心之痛 凤九儿闭上双眸,深吸了一口气,从占领天身上将长剑拔出 叶雪宁用力震开了乔木的禁锢,趴到了,站灵天身旁 灵天,不,你们还我灵天 叶雪宁抬眸看着凤九儿,欲要站起,却才一动气,又吐出了一口灼血 凤九儿对视叶雪宁,眼底的杀气并不比她的弱 她深吸了一口气,冷冷一哼 你现在知道心痛了,是不是? 你害别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别人也是人 有血有肉的人,都会心痛也会难过 地甲,龙甲,还有无数被你暗地里害过的人 你有没有为他们着想过? 凤九儿手持长剑,指着叶雪宁,连身体都在颤抖 地乌鸦大步向前,握着她拿着长剑的手,将她护在怀中 叶雪宁,你害死了这么多人,仅仅是为了你的儿子能坐上皇位 可你是不是也应该知道,这些本来就不该属于她的位置 根本就坐不牢 凤九儿,你杀了我的灵天 我也要 叶雪宁的话还没说完,再次吐了一大口浊血 太子殿下 玉京风从外面跑了进来 咱们必须马上撤离啊 除了禁军和护龙军 还有一大批黑袍士兵从后宫过来 没想到镇灵天,居然将后宫也利用起来了 带上她 撤 地乌鸦扫了叶雪宁一眼 搂着凤九儿,大步往外而去 玉京风汗手,过去揪上了中了毒 不得不动武的叶雪宁跟上 众人一同离开玉霄殿 却还是来不及离开皇宫 并被重重包围 四周的高处,还有黑压压的一片黑袍士兵 那些人的手中都拿着弓箭 箭头上泛着暗光 凤九儿环视了四面一眼 沉声提醒道 箭头有毒,大家务必要小心 我和九皇叔负责对付黑袍人 你们一定要小心 这个女人活不了多久 说是不行,气了 好 玉京风汗手领命 不等他们再说什么 士兵中的一个人大喊了起来 救太后娘娘 快,救太后娘娘 那男子的声音刚落下 所有士兵顿时手持武器冲了上去 凤九儿和地无牙互视一眼 一跃而起 再次化作龙与凤 如风般飞向四周的黑袍士兵 但黑袍士兵太多 他们一下子也不能完全处理 那些泛着暗光的毒箭 依旧齐刷刷的射向人群 这些黑袍男子宁可错杀万千 都不得遗留一人 哪怕毒箭很可能杀死自己的手下 却连眼都不眨一下 凤九儿根本顾不上下面的情况 这些黑袍人不除掉 下面的人都危险 他只能硬着头皮 不往下看 快速游走在四周的墙壁 或是屋檐上 砍杀黑袍男子 却不想 他们砍杀了一批黑袍男子 很快又上来另一批 无独有偶 他们的手里都带着弓箭 箭头上同样泛着暗光 四周的黑袍士兵就像蚂蚁窝 单凭他和九皇叔的力量 似乎怎么灭都灭不完 来到一处相对安全的地方 凤九儿停下脚步 往下面一看 除了他和九皇叔 下面二十多人 早就被重重围困 大家都是奋力对抗 凤九儿刚停下脚步 一片暗黑的毒箭 瞬间往他射了过来 他刚想离开 眼前晃过了一条巨龙 凤九儿身体一清 被第五牙带到了另一个地方 两人刚站稳了脚步 一大群黑袍男子 快速地往他们飞了过去 凤九儿顿时回神 手持长剑 与过来的黑袍男子打起来 第五牙和凤九儿 背对背对敌 攻上来的不管是人还是箭 也根本伤不到他们半分 但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这般持续不断的攻击 他们迟早也会有败下来的一刻 凤九儿更加担心的是 下面的兄弟 他们区区二十多人 却要面对成千上万的军队 九儿 正心 突然 一道带着内力的声音 将凤九儿的意识拉回 他快速地砍掉差点错漏的毒箭 才不至于让毒箭伤到自己 继续坚持 第五牙再次提醒 嗯 凤九儿依靠在第五牙宽厚的背上 轻轻点头 他深吸了一口气 打起精神 继续抗敌 凤九儿和第五牙 选择对付黑袍男子 除了因为他们手中的毒箭 还有另一个原因 战灵天训练出来的黑袍男子 武功高强 并不是一般的士兵能够比拟 凤九儿唯一想不到的是 如此厉害的黑袍人 战灵天居然训练了这么多出来 刚才要不是他和九皇叔联手 并没有这么容易将战灵天刺杀 少了凤九儿和第五牙的干扰 剩下的黑袍男子 主要对象落在下面的二十多人身上 不管是禁军还是护龙军 都穿有统一的服饰 如此一来 他们要辨认谁是敌人 也简单得多了 剑衣 乔木 叶罗刹 石长老 玉京风 龙飞十二旗 凤颜东四兄弟 还有几位高手 一共二十多人 他们一开始 也背对着背 组成一个战圈 但持续不了多久 战圈便在源源不断的 独剑下被冲散 二十多人对着成千上万的军队 还有暗处的毒箭 他们很快便处在下风 大家重剑的重剑 被砍伤的被砍伤 情况越来越严峻 凤九儿和第五牙在对敌之时 也有留意下面的情况 眼看事态不妙 凤九儿两步后退 脑袋撞到了第五牙的背门上 九皇叔 他们扛不住了 咱们回去 好 第五牙汉手回应 两人一跃而起 同时用长剑 往脚下的空气 划出了一道口子 剑气所到之处 黑袍男子被甩飞了一大片 从高处落下 凤九儿和第五牙 以一般人看不见的速度 往自己兄弟靠近 杀了他们 战圈中 侍卫首领还在大喊 杀了他们一个不撩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